我们继续带您看到对这两个家庭来说真的是最心碎的端午节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台中有九名高中生 他们一共四女五男 他们相约到草湖溪来细水 结果其中两名女学生不幸落水溺壁 家属感到现场放声的大哭令人非常鼻酸 高奔被呼喊两名女高中生身陷溺水危机 一名女学生最先被救上岸却没了呼吸心跳 同行的朋友们拜托救生员帮帮忙 因为水里还有人 七名逃过一劫的高中同学们在岸边呼喊 十分钟后另一名女生也寻获时家属放声哭喊 富人情绪崩溃双手 拜天怎样也不相信再过几天就是女儿的毕业典礼 却因为溺水意外天人勇格 生前就是说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 原来是最深到胸部 后来就直接整个踩空下去 两名女学生分属台中高农和宜宁中学 是今年的毕业生 和其他学校七位同学在五号下午 相遇到太平雾峰交界的草湖溪细水 这九名学生昔日都是太平国中同窗 再度聚首要庆祝各自在高中即将毕业 两名女学生完全不会游泳 结果落水溺壁 跨不过人生的下一个关卡 让家属和同学们错愕伤心 我连家姓张军的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